这里是河南省衍诗县的太学村 距离洛阳市区三十公里 在郊外有一片杨树林 占地三十公顷 现在这片树林 已经成为村中一所小学的第二课堂 大学指导 大学指导 在明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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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明 在新明 黄老师是这所小学的语文老师 他每周都会带着学生来到这里 教授他们一些五经的内容 黄老师将课堂搬到这里的原因 就在于这片树林的地下 东韩太学当时是全国 这片树林的地下七十公分处 是圆东汉太学遗址 1975年 考古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发掘 为了保护太学遗址 挖掘后就回田了 而且在椰址之上 种植了一片树苗 如今 幼苗已经长成了大树 曾经的太学遗址 也深深地掩埋于林地之下 可是 在黄老师心目中 树人如树林 曾经的太学 并没有随着泥土的掩埋而消失 其盛况 反而随着树林的日益茂盛 越发清晰 除了遗址之外 挖掘现场还发现了一些文物 其中最珍贵的 就是这块西平石经 西平石经 现藏于西安碑林的第三展示 这里 收藏了自汉代至今的碑石 木质共四千余件 数量为全国之罪 如今 西平石经 虽然只剩一面藏碑 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 西平石经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课诗 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 是儒学经典中的内容 东汉西平石经 东汉西平四年 朝廷下令 把经过官方审定的诗 书 礼 义 春秋等儒家经书 用立体诸书 坎坎坏在四十八块石碑上 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 立于太学东门前 太学 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 并胜于东汉 汉武帝采纳 八出百家独装武术之后 太学 便开始承载着传承文学经典 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 太学 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参数 博士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 便于太学生养成中军爱国 关心国事的风气 太学 初成历史不过几十人 而到东汉后期 聚集经时的太学生 人数达三万多人 然而 随着人数的激增 太学生的出路 正变得非常狭窄 更重要的是 外企集团与宦官集团 活跃在政坛上 他们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 大部分官位 这使得太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 他们寄希望于查举之 所谓查举 是顾民自己先查 后举 查就是考察 就是地方官 他到那个基层去 去根据百姓的评价 来选出人才 他这个标准 无非是两个 一个是德 一个是财 到东汉时 查举的科目已经很多 既有以德为主要考核对象的 孝联等科 也有以才能为主要考核对象的 勇猛之兵法科等 不过所有科目都以德行为先 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更重要的是 查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 当中央政府给了你这个权力的时候 你会推荐什么人 肯定是推荐 跟我自己亲戚 那么他就可能把这个皇权 通过查举的过程 变成私权 就是你上有政策 他下有对策 那么这样发展的结果 必然是什么 形成一个利益基础 这样的形式 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 形成东汉一大难题 而太学生本身 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 太学生接受的教育 是忠心爱国 公正无私 改于直言 然而现实 正在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 他们需要做出选择 要么屈服权贵 违背伦理 要么坚守原则 维护人格尊严 但不能入室 无法实现自己的报复 社会的尖锐矛盾 集中到太学生身上 使他们更容易看到各种实弊 更容易对权患产生强烈的不满 这个机会 长久以后 就会形成这种社会舆论 批判实弊 批判宦官 批判外企 甚至挑战皇权 这样些舆论的出现 江苏省徐州市的汉画像石馆 是目前最大 最全面的汉画像石馆 馆内展出有 一千多块汉画像石 这些石头上雕刻的内容 包括政治 经济 文化等诸多方面 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也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 提供了重要依据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画像石 是为制作踏片最多的一幅 也是馆内最珍贵的文物 它就是拜叶图 据馆内专家介绍 这幅画像石上雕刻了 世人跪拜的场景 这些世人 在东汉后期 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清流派施大夫 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 联合起来 以匡扶王室 维护正义为目标 以言论批判为武器 真面实臂 抨击权幻 品评人物 号称清义 清义 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 制造舆论的主体 是清流派施大夫 外戚宦官 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们 都是清义批判的对象 政治中义 勇于认识的民事和官僚 则成为清义包扬的对象 由于其影响大 无人不怕这种情谊 天下楷模李元礼 不畏强欲陈仲俊 天下俊秀王淑茂 汝南太守范孟博 南洋宗姿朱华诺 南洋太守陈公孝 虹龙成进淡作孝 在这些迷谣中 李元礼陈仲俊等人 都是清流派施大夫的代表人物 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开拨 清流在当时不仅仅是有话语权 而是很大的话语权 可以说是垄断了基层社会的话语权 什么是话语权呢 在当时的最大的话语权就是 人物评价 人物评评 人物评评的目的是什么 还是做官 获得国家的评价 你做不了官 但是你获得他的评价 就可以做官 然后我们家会在这里 我们在里面 我们去